尊敬的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下面来讲解一下第四节四肢血管中的所谷虾动脉倒血综合症 我们要了解它的病理过程啊 它就是指所谷虾动脉或者无名动脉的进心断 发生了狭窄或者必塞 导致了脑血流经过威利斯环 然后它再经同侧的追动脉红膝也流 逆流入 我们看这个啊 是一图逆流入 所谷虾动脉的远端 使部分的脑血流灌入患者上肢 从而引起脑的局部缺血 就是这么个病理过程啊 我们要了解它的病理过程 才能之后对于它的诊断有所帮助 我们看我们超生检查这个疾病的诊断思路啊 我们看超生的诊断思路啊 首先发现追动脉的血流方向和频谱的异常 这是我们最先发现的 然后呢 我们下一步就是探查所谷下动脉 或者无名动脉有狭窄 及狭窄的位置 我们要通过二维 还有CDFI 还有PW来看 然后在狭窄远端 我们判断是否出现了小曼波 比如说远侧的上肢动脉 然后进一步佐证这个疾病啊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超生诊断标准 所有下动脉狭窄 它的血流收缩峰值速度大于120厘米每秒 并可闻及粗糙杂音或者高频喷射音 换侧的追动脉血流频谱 在收缩峰处 有反向陡直的血流信号 完全反向血流信号 或者有切记 这个是它的一个追动脉的反应在频谱上的一个表现啊 我们看超生诊断的直接真相 所谷下动脉起始处或者无名动脉狭窄或必塞 该处动脉的内膜变厚回声增强 管腔透声差 可见低回声或者粉红回声冲天 当管腔必塞的时候就没有血流信号显示了 当管腔狭窄的时候 与管腔中央区或者偏心处可探计到细窄的血流信号 这是它直解真相 那么我们来看间接真相 间接真相主要反映在追动脉的血流变化 我们看追动脉血流变化表现为收缩期流速降低或者反流 收缩期的流速降低或者反流 舒张期的血流可向上消失或者反流 追动脉反流 先从收缩期开始再到舒张期 通过追动脉的反流程度 我们可以推测 足下动脉起始段或者无名动脉它的狭窄程度 有个推测的过程啊 通过这个频谱的变化 我们可以判断 有学者呢 将所有下动脉或者无名动脉狭窄引起的追动脉反流 分为四级 我们一一来看 零级是无动脉反流 一级是收缩期最大流速降低 二级是追动脉的双向反流 三级就是完全反流 零到二级前三个 零到二级表明所有下动脉或者无名动脉 严重狭窄 而三级呢 是说它的重 它有重度狭窄或者必塞 这个时候 是成完全反流状态 另外一个呢 就是提示所有下动脉倒血综合征中 有关动脉在不同程度狭窄中 可以影响同侧的宫动脉使其出现不尽相同的血流频谱 就是说除了影响追动脉以外 它还影响宫动脉上肢动脉的血流频谱 轻度狭窄的时候呢 同侧的宫动脉血流频谱 仍有舒张期的反流 舒张期反向血流 中度狭窄的时候 舒张期反向血流几乎消失 舒张中晚期无明显的血流信号 严重狭窄或必塞时 舒张期反向血流消失 出现明显的舒张期正向血流 显示为单向低速的血流频谱 这是相当于它的两个间接争相啊 就是说锁骨侠动脉倒血综合征 一个是会影响这个追动脉的血流频谱 它会出现异常 另外 它的这个上肢动脉 公动脉的血流频谱也会出现相应的异常 随着它这个严重程度 舒服侠动脉狭窄的这个 还有这无明动脉狭窄的程度不同 它们这个频谱的真相也是有所不同 好 我们这一节呢 就是简单讲了一下 舒服侠动脉倒血综合征 它的原理和它的超声表现 这个超声表现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一下